6月8号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举办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网上研讨会 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发表题为 国家安全底线遇牢 一国两制空间遇大主题演讲 针对日前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国安立法的决定 张晓明表示 这是香港回归以来中央处理香港事务最重大的举措之一 是一国两制实践过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也是基本法实施的一个里程碑 我曾经与许多朋友说过 香港国家安全法一日不立 就不能说基本法得到全面实施 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 我们终于欣慰的看到 这一缺失正开始以另一种立法方式得以弥补 我想这也是我们对那些为香港回归祖国和香港基本法起草 做出历史性贡献的先辈们最好的告尾 张晓明注意到 这段时间香港社会对决定的各种反应 总的来看 各方面关注都比较多的指向决定 和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对一国两制的影响 这充分说明一国两制的确是香港社会各界的最大公约数 国家安全的底线越劳 一国两制的空间越大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不仅是一国两制的提中应有之一 而且是一国两制的核心要义 以此衡量 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 为维护国家安全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采取的举措 包括这一次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 以及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资金有关法律 都是天经地义的 张晓明认为 中央出手的法理依据 最基本的是国家安全事务 本来就是中央统一管理的事务 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本来就属于中央事权 任何国家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方面 都会采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软 他表示 做到理性思考 才能不被各种私事而非 甚至颠倒是非的观点所迷惑 不被各种威严耸天的言论 甚至谣言所煽惑 这在当下的香港极为重要 国家安全底线 越清晰 屏障 越牢固 香港越暗定繁荣 香港同胞与祖国人民的感情越亲近 香港的优势越凸显 自由发挥的空间就越大 社会创新的活力也会越强 对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贡献 也会越来越大 张晓明最后还表示 不论接下来香港在发生什么 也不论外面的人怎么说 怎么做 全国人大常委会都将依照法定程序 顺利完成有关立法 并确保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落地实施 有了这部立法 一国两制 在香港的实践 就装上了杀毒软件 必定会运行的更安全 更顺畅 更持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